两个外名一起评一起译 大家好我是昭阳 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赖岳先 日前在央视的一档节目当中 批评台军是纸老虎 这下台湾有一位叫于北辰的退休少将急了 大言不惨要和解放军单挑 画面相当雷人 可是我说一对一解放军的将领 你给我单挑我不会打输你 我像你打得过 光跑马拉松你追得到我吗 对光是跑步你就追不到我 相信有很多关心岛内新闻的网友 看过这段雷人的画面之后 说真的 一位出场时给自己挂一个退役将军头衔的人 也算是台军中的高官至军之人 谈其军事问题时第一反应 不是谈战局谋略 而是讲单挑聊赛跑 不知道是不是心里想的是 虽然打不过你 但是我跑得快呀 当然玩笑归玩笑 如果真是这样 想请问您一句 您究竟想往哪跑呢 太平洋吗 那您是不是还得再练练游泳啊 网友的评论也很有意思 论逃跑 台军确实是No.1 你们的头头蔡英文在演习时 坐飞机逃跑是保留项目 路线还不止一条呢 再说说单挑啊 台军和解放军的训练强度 根本没法比 气温超过32度以上 就不训练的台军 谁给您的勇气和解放军 比单兵素质呢 不说解放军精英 在国际军事演习比赛中 经常是长胜将军 就是世界军运会 那也是大杀四方了 俗话说 兵从从一个 将从从一窝 台军所谓将军都是靠嘴炮打仗 台军士兵的素质 还用吐槽吗 自己开坦克都能翻车 我也稍微查了一下啊 原来这位台军的宝贝将军 是正统蓝营出身 自台军退役后改刀网红 而且频频在绿媒的脑残政论节目中 发表哗众取丑 胡走巴黎的言论 还被国民党解除了党职 难不成蔡英文 把军公教的退休凤砍了 逼得您 只能投奔敌营混通告费养家糊口啊 话说回来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两岸绝不能中了台独政客的圈套 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奉劝这位将军 拿出军人铁鼓蒸蒸的气感来 不要为了几个通告费 就配合民进党 搞无谓的大内宣 而失掉了军人的尊严 我就是把这些丝的封键 打开了军人铁鼓蒸的封键